임1.10 多謝 葦2 的超級笨雅人4 比達終於登場 亦都是我们今期的开箱主角 SHF 比达超级杀人4 糟了这次开始发觉自己入了龙珠的SHF 限制 话说当初是想买这个SHF 悟空的超四 但当时的价钱一直在500多元左右 真的买不下 结果不久官方宣布再犯 而且同时推出了这款比达的超四 作为小数可以变成超四的角色 订得悟空没理由不买比达 顺理成章地买了这款比达超四 外盒设计和平时的龙珠SHF 一样 都没有太大分别 打开盒之后 入面分别有三个替换表情 十只手型 一条尾和一粒特效件 顺带一提 今次的说评书都印在开口位 虽然是并不离开 重备空间 转到一个小时的转移 转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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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仔的腹部關節左右扭動不大 腰部都是一樣,如果硬扭就會斷開 後屈的幅度不算大,前傾會比較大 公仔的尾部需要自己裝上,很簡單,手把眼見功夫 裝上尾部也可以隨意轉,方便自己的尾部放在什麼位置 兩隻腳可以抹帶到一字馬的程度 大腿的關節要扭得很容易,不緊也不算鬆,挺好扭 膝蓋的屈曲正常,腳腕的轉動和腳掌的關節都是正常 今次的比達超四以300元港幣來說都算不錯 但比起悟空始終都差一點 主要就是公仔的一些關節沒有悟空超四的遮蓋得那麼好 加上以配件來說悟空的超四都是比較多 上色方面,公仔本身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遮臉的燒光效果做得不夠好 身上的紅毛也還原原著,用了鮮紅色 皮革的長褲D陰影常識都算不錯 手腳四肢可動就是這款公仔最出色的地方 要擺必殺的姿勢都很輕鬆 可惜的是腰的關節限制實在太大 如果這裏可以改善一下就好了 今次這款SHF比達超四絕對是龍珠粉絕不能錯過的玩具 雖然公仔未能到完美的地步 但300元港幣來說真的算是合格的 和超四五空放在一起,就算法企也覺得帥 市民龍珠粉絕真的怎麼錯過呢? 最後都期待一下合體的超四比古樂登場 今次的開箱分享就到此為止 有什麼問題或心得都可以留言給我 下次再見,拜拜!